下面它有一个叫做天宁岛 天宁岛才101平方公里 那塞班岛 因为塞班岛比较平坦 塞班岛人口比较多 4万多人 但是天宁岛人口非常少 目前只有3500人而已 那为什么 它是丘陵地 但是它上面已经有天宁岛机场 当初就是B29空中堡垒 挂了核弹 飞了3500公里 去炸日本 那个长崎跟广岛丢原子弹 从那天起飞 距离日本东京大概就3500公里 那它现在这个是在第二岛链上面 那第二岛链我们知道 那个最大的是关岛 毕竟关岛最大 但是关岛美国现在是要分散部署 分散部署关岛开发完毕 安德森机场最大 关岛其实有4个机场 4个机场 它有4个机场 一个民用机场 三个军用机场 这个三个军用机场 以安德森机场最大 其他两个是野战机场 是这个样子 好 那再像东北方走的话 就是塞班岛跟天宁岛 但是塞班岛上面的机场 是我们讲的民用机场 观光的 观光用的 你看看那个天宁岛机场 天宁岛是从来不使用的 报废的 因为你岛上只有3500人 你派一个人的运输机过去 只有三个乘客 你要不要 你这个737 这个飞机陆路机三个乘客 为什么 我岛上只有3500人 它的需求量不大 好 今天天宁岛本来就有个机场 现在要把它做启用 启用的话换句话说 变成关岛另外一个备用机场 因为它距离关岛 只有200公里多一点 那200公里是不是究竟可以用 你万一 今天他想到了 今天万一关岛机场被炸了 被导弹炸了 那你怎么办 你飞机要落哪里 那200公里外 还有一个天宁岛 是这个样子 那个天宁岛北方 还有一个塞班岛 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他现在开始做启用 那为什么要做启用 不要有成本 他本来就有 只是方废了 他在 他在26年前 有一下13多年 还过去落个地 因为他平常需求量不大 没有军人 3500人没有军 这老百姓 所以他平常靠那个 靠船运就可以了 因为他没有那个量 没有那个量 没有那个任何的经济价值 那现在美国 把他做一个分散部署 将来不是光是天宁岛 变成一个 这个备用的这个战略机场 也变成 弹药 火药 弹药 武器 囤上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那个地方101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非常的稀少 适合做武器的弹药的存储 所以可以给日本也好 给关岛也好 都可以做这个安前之后 做一个后勤上面的一个 一个补给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但是这个消息通常都是秘密的 蔡博士 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这么 你知道吗 大张勤鼓告诉大家 二战的那个天宁岛 我现在开始改建了 因为他在美国国会里面的预算书 就已经呈现在来 他必须把天宁岛 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轰炸日本用天宁岛的时候 那个机场还相对比较草率 那现在这么多先进的飞机 不能那么草率 所以他是花了很大钱 去改天宁岛的这个新的机场 对啦 他是怕说 不然你关岛在第一级里面 被打中了 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机场 这个也没什么秘密 你说我两个机场 你就打不中吗 我想不拖 就问他们两个将军 一个机场会被你打中 两个机场你打不中吗 这是不是 这个于将军的数学 而且两个很近 才距离200公里而已 不过分散有分散的好处 我们不否认 比如说他攻击 从两边起来 所以你只能打一边 就是美军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中国可能只能 两个中间一起打后 会有一点比较麻烦 但是我只是觉得 他只要扩大部队 扩大预算 这个是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大陆也不用去轻忽说 他多了一个临近 180公里的就有两个机场 这也是解放军 也是多手顾忌一点 所以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 我们说台湾 他给我们马盖先式的 这个烂烂的鱼叉飞弹 射出去可能就是未爆的 然后第二岛链把这个天宁岛 天宁岛不是马盖先式的机场 这已经是二战时候 这么以前的这个机场都要来修了 是不是代表美军真的是 退到第二岛链 而且开始紧张了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 暂时可以威胁关岛 央视在最近就曝光了 轰6K可以发射 长剑20导弹的画面 轰6K它可以带6枚 长剑20的这个巡航导弹 打击距离可以达到6000公里 孙昌军是不是因为美国 真的也发现了 这个不退不行 当然我早在半年以前 我就在归节目讲过 兵力后撤 活力前身 活力前推 活力前推 因为什么 这个关岛被中国大陆 注目已经很久了 各种各种垃圾方案都很多了 它增加天宁岛 当然是增加一个备用的 就是说拦截飞弹能够拦到 能够起飞 因为起飞很快 他们空军完全战备的时候 起飞很快 只要能起来 就可以躲过一局 或者是反攻 所以它 而且天宁岛好处是人少 你像在琉球的美国海军 美国空军基地 就被抱怨得要死 甚至琉球都想脱离日本 那天宁岛上人少 所以它这个分散部署 是必然的 然后轰6K呢 它发展的东西 就打击半径越来越大 对对对 常见本来就可以飞很远 再加上轰6K的航程又大 所以它对二岛链 它就有威胁作用 就是你退啊 除非你退到夏威夷 对不对 你这二岛链 还是在我的卡尔之内 这个中国大陆 把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巨子线 准备得越来越充沛 以前就靠陆机飞弹 那现在海上的飞弹 航母的飞弹 空军的飞弹 都可以cover到二岛链 所以美国为什么现在 拼命经营澳洲的基地 也在经营二岛链的加强 所以它因为是 双方在这个地域的 战力消长不一样 就越来越发现 大陆东南沿海 已经不是你可以威胁的 对 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 它就回到二战的记忆 回到二战的记忆 二战记忆 马里安娜那边打过很多仗 对 你记不记得塞班岛浴血战 硫磺潮浴血 中厨岛浴血战 中厨岛浴血战 这都是它的老战场 对不对 天灵机场 当然熟得很 我把油弹机场跑到塔台 重新修一修 花的本钱不多 民众抗议也不大 对 它何乐不为呢 所以这个也是美国 国防预算紧促的时候 一种打算 这种投资最小 美国现在手头真的很紧了 手头比较紧 张将军 那这个就是长坚二十 郑小师 本小孝高 因为它是一个巡弋飞弹 我们看轰6K 它可以飞行的距离 是5500公里 你打个折 它的作战班级是2500公里 来回嘛 2500公里 常见二十可以打1500公里 1500加上2500 我补充一下 常见十才是1500公里 常见二十是2500公里 对 那我们现在长到是常见十 常见十都可以打到 加上轰6K的作战半径 可以打到4000公里 就是1500加上2500 就4000公里 那你现在又增加1000公里 就变成打4000公里 常见二十打5000公里 加上我想到 加上轰6K的航程下去 那你整个第一导率 第二导率 全部在它范围之内 那它一架的轰6K 夏威夷8000公里 夏威夷8000公里 那可能要空中加油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架轰6K在六枚的 我们讲长见二十 打四枚 我们讲到打5000公里 2500加2500 它飞2500打2500 5000公里 炸6枚 整个的关岛 中央机场都被炸了 一架就够了 土房 这是打机场的 它唯一比较弱的 就是说 它是因为是 略海的巡弋飞弹 速度相对的 比较慢一点 所以它带6枚 它带6枚 6枚一次下去 那整个中央机场 整个瘫痪掉了 它的功能已经 已经的确可以超越 战斧导弹了 对 论这样的资料 应该战斧导弹超过 问题是 未来中美的战斤 绝对不是用这个 摆态势 我打得到 我有这个威胁 我这样摆 你就要应变 你像那个胡塞 也不过打个 两个烂飞弹 搞得全世界的游船 都不去了 对 这就叫态势 你知道吗 这个做一个四航 做一个细带 就警告你 我有大型的 一样是一个威胁 对 我有 你别来 你要 我有八卦阵 你就要有一事长舌阵 对 这个东西就是 军事上 就是搞这个冥堂 不一定真的打 不一定真的打 这是个战略筹码 战略筹码 军事筹码 我能干什么 有这个能力 那对方就要来防备 贝多利芬 他有性价比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请很快点赞 订阅 请 订阅 请进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